在最近召开的七大工业国极其全球外长会议上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说了一句话 让台湾的2300顿时崩溃 台湾顿时崩溃什么话呢 布林肯说美国会坚决坚持一中的原则 一句话就把台独的妄想 搞台独的梦想击得稀碎 另外布林肯还说了一句话 我们会为了和中国的利益 能够好好的控管台湾 就像有些人就像美国人说 I'm going to muscle my dog 我会管好我的狗一样 台湾活着的当成了自己的一条走狗 言下之意就是台湾就是我的狗 我会好好的管它 中国不用担心了 中国和美国的这个战争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呢台湾 我就把那材 Antarctica Films Argentina 还要地试下来 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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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会不会双方的